交了侵蝕之後 還會有搬運 我這裡寫了一大堆溶解懸浮blahblahblah 舊課本只有寫溶解懸浮跟滾動 那我寫一大堆 你不要被他騙了 這沒什麼 那只是因為顆粒大小的關係 他很細小 如果我可溶 就溶解帶走嘛 如果不可溶 可是顆粒比較細小 就飄在水中 叫做懸浮 那如果顆粒大一點 懸不起來 在水裡面 噔噔噔的跳 叫做跳動 更大一點 跳不起來了 只能咕噔噔噔噔的 叫做滾動 更大一點 滾都不能滾 只能扁扁扁扁扁 叫做滑動 只是因為大小的不同 所以動的方法不同而已 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所以舊課本只有寫溶解懸浮滾動 那我寫一串 其實也沒什麼 你知道他就是 這樣把它帶走搬運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但重點是這個 偶然是 通常搬運 通常搬運不會造成井冠 但是流水的搬運有 石頭經過流水長期搬運滾磨 會造成表面光滑 原來的石頭叫做河板石 因為要長期搬運滾磨 所以在哪邊發現 在河山的下游 康宣白寫中下游 沒關係 就是要在後面一點來發現 因為要長期搬運滾磨 從山上剛剛封下來的酒桃 或是有人有腳的 經過長期搬運滾磨 最後就變成表面光滑圓潤 因為我小的時候 老師說什麼叫做鵝卵石 他說長得像鵝蛋的時候 我看那個圖裡面 那比較像荷包蛋 不是長得像鵝蛋 是表面光滑圓潤像蛋殼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叫鵝卵 我不確定 也許是因為好聽 好 因為叫鵝卵石 雞卵石 有點難聽 你看 或是大小跟鵝卵石要多大 我也不曉得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是因為大小差不多大還是一個好聽 那不曉得 反正就叫鵝卵石 所以鵝卵石的重點 一 誰造成的 流水長期搬運滾磨 二 什麼德性 表面光滑圓潤像蛋殼 三 在哪裡發現 河川的下游或者是中下游 可以搬運 OK 講過了 通常搬運沒有警官 但是鵝卵石是流水搬運的結果 請你記住 鵝卵石 河川的成績 再看一看 驅留就好 來 講一題 古時候 民國好像九十年第一次學考過的題目 假設流水是這樣子流 順著流水的方向 這個叫做右岸 這個叫做左岸 停車戰界問 右岸會成績還是右岸會侵蝕? 主要右岸是成績還是右岸是古時候第一次考學 就考了這一題 停車戰界問 我們請帥哥男二十四號 二十四 右岸是會主要會成績還是會輕時? 輕時嗎? 是嗎? 最後五秒 四秒 三秒 兩秒 一秒 哪一個? 改成績 改成績很好 請坐下 答案是輕時 右邊彎的比較大彎有沒有 沒有 河流一起流過去 右邊比較大彎一樣走得比較快 所以會輕時 左邊走得比較小彎所以比較慢 所以會怎樣? 成績 所以右岸會輕時 左岸會成績 這個是九十年第一次學生考的題目 學生考的題目 所以叫曲流彎彎的啊 成績下來 OK 叫做河流的成績 河流成績 OK 剩下這些就是地理教過的 看看就好了 出山谷的地方會有什麼東西? 衝擊散 到出外頭有什麼東西? 三角洲嘛 三角洲嘛 所以呢 衝擊散 三角洲 從山上衝下來 怕他丟下來 會不會大顆在左邊 小二在右邊 不會嘛 所以桃拳怎樣? 很差嘛 OK 好 再言書意喔 再言書意 我第一次 是在這邊提到了沙灘或沙洲 但是平常的考卷上 沙灘跟沙洲都是當作是海洋成績物 不是河流喔 考卷上 雖然我在這裡第一次講了沙灘跟沙洲 但他們通常是被當作海洋成績物 沖擊散 三角洲 這個是地理課本上唸過的 河流的成績地形 就給他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好了 沙灘跟沙灘 沙灘